迪丽热巴自爆想生三个宝宝 听完孩子名字 网友也就你想得出来 相信大家对迪丽热巴这个名字已经不陌生了 作为当红的小花蛋之一 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都受到了观众们的高度评价 迪丽热巴的事业发展非常巨猛 尤其是影视剧方面 片约可谓是一部接了一部 目前正在热播的是《一千零一夜》 这部剧马上就要播完了 1992年出生的迪丽热巴 她的颜值是真心服气的 无关立体有女人味 皮肤白皙 迪丽热巴最近收到了几次采访 在采访中还透露了很多有趣的事 由于她有好几部电视剧都是在剧中倒追的 然而在采访中被问到 生活中她会不会也会倒追男生呢 热巴的回答则是不会 因为她个人比较喜欢两情相悦的爱情 除此之外 热巴还被问到小几个宝宝 热巴本身就是一个有幽默性格的女明星 在采访中一直都是哈哈大笑地回答着问题 热巴表示 她想要生三个小宝宝 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吃货热巴 都把三个小宝宝的名字都起好了呢 说到这里小编真的是忍不住要叫了 她给宝宝起的名字 分别为小抓反 小粉粉 拉条子 这不免让人开始心疼起胖敌的孩子了 你这是饿了 还可以将他们吃掉的意思吗 很多网友看到热巴给三个小宝宝起的名字时 也都是哭笑不得表示 也就你能想出来 热巴的一千零一夜马上就要大结局了 但是你知道吗 迪丽热巴的两部综艺节目马上就要来了 分别是新武林大会 漫游全世界 接下来迪丽热巴就要开启双综艺模式 你喜欢吗 这两个综艺节目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